欢迎回到有问必答的环节 这一节我们会和要财政圈的研究部分析员 谭次罗解答家庭观众电话 和看其他固分走势 这个时间先看看港股现在上升的情况 恒生指数现在升了170点 暂时做2万3252点 国企指数就升99点 做1万0346点 暂时大肆成交有接近290亿 事不宜迟 听听家庭观众有什么问题 电话旁边有李小姐 李小姐早晨 中海油问题简而清 中海油股价暂时升了8 13.38 近期油价都是反反复复 没有特别大的波动 中海油是这股份 你怎样看 虽然油价近期来说 没有见到一个急升或者急跌的迹象 但是其实我都见到 你说纽约汽油上面见到近期来说 油价都有一个反复向上的势头在 你见到上升势头不错 主要原因 你看很多消息都见到 第一就是说美国方面 原油的负存量都见到没有一个再不断上升的势头在这里 第二见到油价为何稳步上升呢 始终都是受惠美国或者欧洲经济复苏的表现在这里 如果你说未来来说 你看看经济步伐真的不断的复苏 我相信油价的表现真的不错 你说油价 其实你说以美国纽约汽油为例 每桶油的油价 其实都赔回了大约在九十几元这些位置 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如果今年来说 油价不需要急升 又有个温和上升的势头在这里 你说中海有份业绩 今年那份业绩可能表现 都可能有个惊喜在这里 因为始终如果每桶有个平均油价 都有个上升在这里 就算它的产量不需要大升也好 他们的业务上面 都会做成一个正面的帮助 亦都因此股价近期来说 都做得比较好 所以其实这些位置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的 因为你觉得油价 我都看回了 未必说真的会做得太过差 而这个上升势头 未来来来说 我都觉得有条件继续向上 所以这些位置 其实我觉得接近20天线 13.2这些位置 就可以去买的了 只要将止舍价置在50天线 12.8这些位置 承担风险我觉得是有限 我觉得这些位置去吸纳 都是比较可取的 所以我建议的策略就是 在13.2这些位置去买 将止舍价置在12.8 后市的目标暂时来说 我觉得可以看回14元这些位置 李小姐可以参考一下 Ano的意见 他觉得13.2可以买的 止舍价就12.8 向上望可以望14元 是否还有问题 李小姐 你本身有没有持有的 你没买的 我证明现在这个位置 买不买的 好啊 我们先看看中国信大股价 暂时现在 今天都升得不错 升了8线 去到3.7 8这个位置 不过 似乎图表上表现就差点了 一路好像受借于下降轨 的确没错的 李小姐说走势上 中国信大股的确比较差 同样地说基本因素 其实我都不提得太过乐观 之前说上市一段时间 炒到意气含含 最主要市场都看回 公司从事做一些资产管理 不良贷款方面的业务 你见到内地方面 不良贷款的业务 需求非常庞大 不过如果说内地的经济转差 不良贷款再爆升 对它来说 它本身持有的不良贷款资产 可能同时都会造成一个冲击 正正因为这个原因 股价自从市场发现 有这方面的触角之后 都令到股价低差 我觉得你说看回 如果这只股份 其实在公司的规模 真的比较大 我觉得整体现时 都未必非常差 做炒上落的部署 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要买这只股份 我觉得这些位置 跌到这些位置 我觉得的确有一个吸引力 但就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 所以我觉得部署策略上面 就建议在3.7这些位置去买 将止舍格 设置在3.6这些位置 同样地承担的风险 都是2-3% 不跌穿3.6 继续可以反弹 但后市来说 短线阻力位 在20天线3.8 但如果真是能够成功 突破20天线3.8这些位置 整体现时 我觉得反弹目标 有条件看回4元这些水平 李小姐可能参考一下 阿罗的意见 3.7可以买 3.6只舍 不过向上望空间 似乎不是太多 可以注意一下风险管理 阿罗和你谈谈大市 看到今天大市 今天恒指高了240几点 就反复回落 现在升了百几点上来 看到今天 其实个别蓝筹股 挺抢镜 蓝筹股 都超过52周的新高 大部分都是地产股 看到上周末 新楼卖得不错 像长实环与海湾 都卖了 卖了 但马上又要加推 未来长实股价 会否领先其他地产股 其实你说现阶段 长实股价 已经领先其他地产股很多 未来可否继续领胀 我觉得你再看 虽然长实有个明显地领先的迹象 但主要原因 始终受惠和黄他们 第一分拆屋上市的业务 第二和黄未来 受惠环球经济服输等等 都有个不错的表现 现阶段市场都冲敬 未来黄黄会增加牌息 亦都因此黄黄的股价 做得非常之好 当然你讲长实 拿着那么多黄黄的股份 你说黄黄做得好一点点 长实当然能够受惠其中 但如果看回整个 本地地产股的板块 整体而言 其实虽然长实已经破了 历史高位 但其他本地地产股 都一众老陆续续 能够破52周高位 其实整个板块 都有个明显做好的迹象在 我觉得这个板块 短期后市来说 未必会做得太差 始终见到这个板块 转势的原因 第一就见到 是自从政府 放宽DST的环楼旗械 这方面的消息 而所带动 这个消息其实 帮助性有多大 当然对于环楼客来说 有个直接大的帮助 亦都因此这个消息 出了来之后 见到一些环楼盘 相对地的成交 变得暢黄了 暢黄了 暢黄了一点点 整个豪宅市场 都有个好专的迹象 但主要原因 都是市场充劲的 未来来来说政府有条件 逐步去减纳 这些减纳的充劲 都令到本地地产股 做得好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 只要在这个充劲的大动下 短期后市来说 本地地产股仍然有条件 继续做好一点点 我们稍后再继续讲一下他们的参股 这个时间再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旁边有陈小姐 陈小姐早晨 是早晨 两位好 我很喜欢你们的讲解 我想问一下 很不幸买中了745 好像又看了 因为我不是计时看的 我们反无不明 好像很多负面新闻 我现在想问 拿电股 因为我五毛钱买的 你五毛钱买了 是的 明白 谢谢你 因为电话听不到 我转去电楼 谢谢你 谢谢你支持 我们看到 中国国家文化产业的股价 跌了3.6% 去到两毛六千半这个位置 和之前 陈小姐买入价五毛 其实都已经没了大截 这个时间 看到 暂时股价 都有些存定的迹象 未来应该怎么保存呢 讲回这个股份 为什么之前跌得这么多 最主要就讲到 公司上面有些核素师 讲到他们那间 核素师 市场对这间核素师 就真的讲到很没信心 讲到这间核素师 做过很多的公司 讲到市场的看法 都是非常之负面 你说这些因素 都令到股价跌得 就相对地比较低残 那之前虽然经过一轮反弹 但我始终都觉得 只是一些技术性的反弹 现阶段市场仍然是 有这个担心在到的时候 股价都很难有 太大的冲敬在 所以你说 其实如果 五毛钱这些位置买了 这些位置就部署上面 就是真的比较难的 看回整个技术走势 论技术走势 就真的比较差 见到股价 虽然之前出现过技术反弹 但一反弹到条10天线 就算突破到条10天线 也好 20天线有个很大的阻力位 所以短期后市来说 股价能不能够突破 3毫子这些位置 我觉得是有个难度 所以怎样去部署上面 始终担心股价会有机会 再试回低位 我建议策略上面 将止洩位置 设置2毫子这些位置 如果跌穿2毫子这些位置 就可能真的要考虑止洩离场 但一日未跌穿2毫子这些位置之后 暂时可以等待技术反弹 但是如果 股价真的能够突破条20天线 3毫子这些位置的话 我觉得能够升到上去4毫子 都开始逐步估出离场 陈小姐可以考虑一下 Low的建议 要严守着2毫子这个止洩位 如果真的可能 进一步的损失 可能真的难以估计 我们再听听下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旁边有大先生在 大先生早晨 早晨 是 有什么帮到你 我想 问你 那个6毫子 那个前景是怎样 如果现在值得到这样 加住他 或者放了他 你本身多少钱买6毫子 24.15 24.15 是会买的 好 我们先看看现在6毫股价走势 看到暂时 6毫今天都跟随大肆反弹 升了8先 去到19.6毫 这个位置 升幅都不够0.5% 见到6毫股价 由这个年初 去到32个多高位之后 就一直反复向下 相信都是 离不开这个自由行 可能减少 亦都跟店销石 增长放缓有关 见到 现在24个多买了6毫 见到其实都 亏了两成左右 这个时间 才止蚀 有没有太迟 的确没错 本身6毫也好 或者本地的 珠寶中标 即是周生生 周大福等等 现阶段市场人最喜欢 就是讨论 会不会来着削减 自由行 在这个消息之下 短期来说 股价 或者整个行业 看法就会比较偏淡 我看回 黄金销售的高峰期 都可能已经过了 因为传统来说 这些金器 高峰期 都跟中国的 传统结婚节日上 是有些关系的 2014年 都是传统的润年 所以之前那段时间 见到他们的同点销售表现 就真的的确不差 但是这个高峰期 未来 都开始 减退 未来一年销售的看法 市场的看法 都是比较暗淡 再加上如果未来削减自由行 对于他们的业务来说 可能看法会更加负面 所以这些位置我建议做好风险管理 说股价技术走势 虽然之前由25元这些位置跌下来 累积跌幅也不少 两成多 但是如果 后市再跌穿19.5 这些位置 我觉得股价的确有条件创新低 所以我建议你的策略上 做好风险管理 将止舍价在19.5 这些位置 不跌穿19.5 暂时来说可以等技术反弹 但是如果后市能够反弹 可能21元这些位置 我都建议先行估出离场 大先生 真的要考虑客人的意见 其实其实自由行 暂时已经见到 情况 没有以前那么踴跃 加上 这段政治就比较敏感 相信 未来的同店销售 都可能会继续放缓 加上今价都回落 可能 卖今价都会相对少 要留意着19.5 这个止舍位 如果真是跌穿 就应该要考虑一下止舍 这个时间 我们再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在旁边 是否有周小姐 美両位 你好 周小姐你好 周小姐 有什么帮到你 你买哪只股份 3888 金山业件 我还没卖 我问你 可不可以入贷到25元 可不可以 明白 可以短炒的 明白 想短炒这个金山业件 我看到今天金山业件的股价 跌了1% 去到23.2这个位置 技术图表上有个列口 不过 似乎市场对它的业绩 都不是看得太好 的确金山业件出了业绩 其实那份业绩 真的不算太差 不过金山业件的股值 就真的略为偏高 所以 市场都觉得股值那么高 你的业绩只是增长到 这个增长幅度 是觉得不够 因此令股价跌了 下来 但是我看 今天股价回远 某程度上 真的看到 最主要放假之前 公司就立入了 MSCI 中国支数 都看到有 买盘级纳的情况 但是这些因素 都是很短暂性的因素 很难 因为这个因素 而支持到股价反弹 所以 这些位置 其实我不建议 是自己买的 不过是说现阶段 金山业件的股值 大约31-32倍PE 这些位置 其实我都觉得 是差不多 所以你说 买买部署策略上 如果你要短炒 暂时说都建议引一引售 但是从图表上看 我相信 22元这些位置 会有个比较大的支持力 在这里 而且比较关键的支持位 都是说之前的低位 21.35 所以我建议 如果你说短炒策略上 不妨等到股价 接近22元这些位置才去买 将指涉价 设置21.35 而反弹目标 暂时来说我会看 可能24.35 这些位置 阿罗 刚才跟你谈过的地产股 看到其实今天地产股 整体表现都不错 我们看一看 他们相关整个版法的表现 是怎样 看到详实 今天破顶 升了1.3% 去到140.3 这个位置 行基地产 新地 和信和 都升超过1% 新世界 就升接近1% 接近8.9 刚才看到 整个地产板 都是升的 刚才你帮我们分析 究竟 长实的情况 是怎样 相信 今天 最主要 刚才所说 长实 都受到新盘 销程不错 刺激 就弹了上来 其他地产股又怎样 应该怎样 备处法 之前都说到 整个本地地产股 的板块 是向好 主要原因 就是提及到 整个起似点 政府放松 放松 DSD方面的因素 所带动 其实放松完DSD 之后你见到 这些本地地产股的公司 新盘销售的情况 做得比较好 我看 其实做得比较好 就要留意 为什么带动到股价 升得多 主要不是说 他们卖盘卖得多 可以带到的钱 比较好 始终市场最担心 这些本地地产股的问题 如果整体现 新盘销售 做得不好 他们的资金链出现问题 到时问题 就会相对比较大 所以现在市场的看法 同样 就觉得 一众的本地地产股 未来来来说 他们卖楼的表现 未必说会之前的预期中那么差 所以未来 只要见到这些新盘销售 做得非常之好 就算你见到二手楼 各方面的成交 仍然比较淡薄 对于本地地产股来说 都不会造成一个太大的问题 只要他们的资金量 比较健康 始终一众的本地地产股 现代最大的吸引力 都是说他们的现价 对于NAV折氧 相对的幅度 仍然比较大 这个因素 短期后市来说 可以令到本地地产股 做得好一点 城市领先指数 近期都 某部分创作新高 相信你会继续支撑到 地产股的股价 这一节 很多谢Anna说 我们分析本地地产股的前景 和解答家庭观众的问题 刚才提到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持有 好 这一节时间来到这里 稍后会和大家 谈谈其他股份的走势 不要走开